大家好,我是秀康 歡迎來到我們秀康台 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講解這一次魔物獵人崛起 3.0更新,泰刀有哪些配裝可以用 那不管你有沒有護石都可以看 因為秀康也特地準備了沒有護石的版本的配裝 那看完之後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相關的配裝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這一次魔物獵人泰刀3.0更新的版本呢 我推薦兩把泰刀 一個是轟龍泰刀,另外一個是霞龍泰刀 轟龍泰刀他的優勢主要在於他的鐵蟲獅招式強化 他的擺龍技能有一個鐵蟲獅招式強化 這個鐵蟲獅招式強化呢 可以強化泰刀最強的大招 氣刃兜割,也就是所謂的燈紅劍 至於霞龍泰刀在這一次的魔物獵人更新裡面呢 他可以再往上升一級 變成海事聖樓幽魂 然後純舊面板來看呢 純舊面板來看他的攻擊力甚至是可以超過轟龍泰刀的 而且因為他本身自帶15%的彗星率 因此呢,他的彗星率上面也會比較穩定 比較舒服一點 也就是說這兩把各有就缺點 極限輸出的話呢,轟龍泰刀會高一點 但是霞龍泰刀比較穩定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詳細看到配裝的部分 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轟龍呢,我這邊是準備了4套配裝 分別是有龍氣跟沒有龍氣的版本 霞龍泰刀一樣 霞龍泰刀6個配裝呢 一樣是準備了有龍氣跟沒有龍氣的版本 那什麼是龍氣呢? 龍氣的意思呢,就是所謂的龍氣活化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呢,綁定這個天繪龍的套裝 綁定天繪龍的套裝 那為什麼秀康這邊要把他跟一般的配裝特別分開呢? 因為龍氣活化這個技能呢,他的發動效果是 他可以讓所有的屬性耐性變成50 而且攻擊力變為1.1倍 但是他的發動條件是 體力必須要80%一下 如果你今天這個技能是LV5的話 體力80%一下就可以發動 那這樣會造成一個比較尷尬的場景 就是說,因為是體力80%一下才可以發動 也就是他不太適合多人連線 不管你今天是跟好友玩或是跟路人玩 這一套都不太適合用在多人上面 很簡單,因為你今天如果是多人連線的話 隊友會幫你補血 因為隊友沒辦法確定說 咦?你今天受傷到底是因為 你真的受傷了 還是說你是在控制血量在80%以下 那隊友根本不知道 所以呢,為了保險起見呢 他一定會把你補到滿血 畢竟如果你活著留在場上 雖然輸出低一點 因為這一套如果沒有發動技能的話呢 輸出會比較低 相比起輸出低一點 總比你就是坐貓車回到營地 然後再回來這段時間都沒有輸出好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的隊友看到你受傷 他一定會幫你回血 那再來 今天就算你是跟認識的好朋友玩的話 例如說你們四個人一起出團 假如說你今天血量已經控制好了 可是你今天你的隊友受傷了 例如說你的隊友A受傷了 那請問你的隊友B跟C要不要幫他補? 要! 然後你的隊友B跟C幫他補的時候呢 可能灑個粉塵啊 或是有一個廣域化的技能 結果呢,一不小心又幫你補到血了 導致說呢,你這個容器活化的技能呢 沒有辦法發動 所以呢,這個容器這一套配裝呢 基本上不太適合多人 除非說你今天你的隊友呢 都是很厲害的高手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試試看 好的,那我們首先呢 先來看到轟龍太刀混搭的部分喔 混搭的部分呢 我使用的裝備如下 分別是帝王冠、冰牙龍、賀藥、蠻鱷龍以及鑄鐵 至於呢,使用了哪些珠子呢 我已經標在上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護石呢 基本上是蠻歐洲的護石 它本身是一個收刀術LV2 直升學LV1 然後呢 一個三級、一個二級、一個一級洞 至於下面的超會心跟飛升月入的 那個是我裝珠子的 那這一套轟太刀混搭 它搭配呢 看破6、30%的會心 弱點特效3、50%的會心 再加上精神抖手、10%的會心 減掉轟龍太刀本身的-20會心 就是70%的會心嘛 然後呢 如果再加上戰鬥貓的話 就變成剛好是100%的會心 沒有錯 其他的技能方面呢 我出的是攻擊5 收刀術呢 則是太刀基本上一定要出的技能 除此之外呢 魔刀石使用高速化 可以讓你使用魔刀石 只要磨一次就好了 那剩下的一級洞的技能呢 大家就自己斟酌的配一下 像我會配一個昏厥耐心 因為我是打近戰 我不喜歡我因為昏厥的關係呢 露出破綻 特別是這一次任務啊 很多3.0的怪那攻擊是非常痛喔 如果被打到呢 那真的是直接可能一套直接帶走喔 所以呢 我可能會配個昏厥耐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沒有護石的部分喔 所謂的沒有護石呢 並不是說真的沒有裝護石 而是說他沒有裝一個好的護石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套裝備 我裝了什麼護石喔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這一套裝備這個護石呢 他的技能是雷屬性攻擊強化以及火耐性 那下面的那個收刀數呢 是鑲嵌在鑲嵌槽裡的 就是裝珠子上去的技能 也就是說呢 如果沒有鑲嵌槽的珠子技能的話 這顆護石本身 一個是雷屬性攻擊強化 一個是火耐性 對我們要打物理太刀而言呢 都不是特別有用的技能喔 所以呢我們這個沒有護石 指的是說 這個護石啊 他的兩個技能可能都不是你要的技能 但是他的鑲嵌槽呢 有兩個LV2的洞喔 那我想遊戲發售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大家應該都有很多那種就是 技能上沒有用 可是呢 鑲嵌槽還不錯的護石 例如像這邊 我要求的就是要有兩個二級洞的護石 那這個對大家來說 應該還是比較簡單就可以拿到的 那這一套混搭無護石的部分 跟剛才這個混搭比起來呢 主要犧牲的是 攻擊以及超會心這兩個技能 因為呢 轟龍太刀本身呢 會心率是-20% 所以呢 我們這個有關會心率的技能 例如像看破 或者是弱點特效以及精神抖手都不能動 我們只能從這個超會心跟攻擊來下手 不然的話呢 就算你今天 太刀本身的攻擊再怎麼高 可是呢 如果你的會心率不夠的話呢 你打出來的傷害呢 一樣不會太好看 沒有錯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龍氣配裝的部分 龍氣配裝呢 一定都是天會龍配裝 因為只有天會龍套裝呢 才有這個龍氣活化的技能喔 因此呢 在配裝方面呢 比較不靈活 不過我們依然可以配出超會心 LV3 弱點特效 LV3 精神抖手 LV3 收刀術 以及磨刀石使用高速化 LV3 這幾個技能喔 那如果你今天是沒有護石的版本的話 那就優先把超會心這個技能給拔掉 為什麼呢 因為弱點特效跟精神抖手 都是跟你的會心率有關 是不能拔掉的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你的會心率如果太低 沒辦法發動會心的話呢 那傷害數字就是不好看 沒有錯 所以呢我們優先拔掉超會心 那至於收刀術的話呢 收刀術LV3那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也沒辦法拔 那大概這兩個的區別呢 就是在於超會心的部分 那以上這四個呢 就是轟龍太刀的配裝 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轟龍太刀的配裝 雖然它的極限傷害 因為有鐵蟲絲招式強化的關係會比較高 但是它本身真的很不穩定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打穩定呢 還是推薦你用霞龍太刀 如果你真的是要極限操作 極限攻擊力的話呢 轟龍太刀呢 可能是比較適合你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霞龍太刀的部分 霞龍太刀呢 它的特點就是穩定 那相對於轟龍太刀呢 霞龍太刀主要是一般人在用的太刀喔 那因此呢 在配裝上面呢 秀康這個霞龍太刀呢 不追求攻擊力 而是盡量追求穩定 也就是說呢 實戰當中呢 會比較舒服一點 首先呢我們可以來看到斬位的部分 這個斬位的意思就是呢 我的這一套裝備呢 是要來保證你的這個 銳益度會維持在白斬 因為霞龍太刀本身只有藍斬 它需要一個降 降1 然後來讓它提升到白斬 那降1的白斬呢 其實絕對不夠 因此這邊呢 秀剛還裝了一個鋼刃研磨 也就是說在研磨之後 有90秒內呢 不會掉你的斬位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直維持在白斬 隨便你怎麼砍都可以維持在白斬 那至於其他的技能呢 攻擊5 超會心3 弱點特效3 收刀術3 昏厥耐性3 魔刀石使用高速化3 還有精神抖手LV1 這些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技能 至於會心率的部分 弱點特效50% 精神抖手10% 再加上霞龍太刀本身自帶的15%會心率 有75%會心率 如果再加上戰鬥貓的話 就是你今天如果帶貓出門的話 戰鬥貓加起來就超過100了 也就是說這一套配裝呢 就是同時兼顧到你的攻擊 你的會心率 以及你的斬位 那這個護石的部分呢 跟剛剛一樣喔 就是所謂的收刀術2 然後一個三級洞 一個二級洞 一個一級洞的護石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沒有護石的部分喔 沒有護石的配裝呢 跟剛才的不太一樣 大家要仔細看 那所謂的沒有護石呢 跟剛才轟龍太刀的狀況一樣 這樣子配一配 可以配出攻擊4 昏絕耐性3 弱特3 鋼刃研磨3 收刀術3 魔刀時使用高速化3 超會心2 以及這個精神抖手1 這些是他的主要的技能喔 那為什麼我們會優先拔掉攻擊跟超會心呢 就跟我們剛才講轟龍太刀一樣 因為呢 這個霞龍太刀 雖然本身15%的會心率 但是呢 你要有會心 你的傷害才會好看 如果你沒有會心的話 那你的傷害呢 就不會高到哪裡去 沒有錯 所以呢 我們就是優先拔掉攻擊跟超會心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霞龍太刀混搭的最後一套 主要呢 是注重攻擊 但是相對的他犧牲了什麼 他犧牲了剛才這邊的鋼刃研磨 取而代之的是呢 他這邊是降2 然後呢 攻7 超會心3 弱點3 收刀術3 昏絕耐性3 以及魔刀時使用高速化3 還有一個精神抖手1 那這一套跟剛剛比起來呢 他的攻擊呢 變到LV7 那相對的他犧牲了就是他的鋼刃研磨 但是呢他的降有LV2 降LV2的話 他至少有什麼呢 20刀白斬可以砍 也就是說這一套呢 對使用者的操作能力比較高 幾乎跟剛才轟龍太刀是沒有兩樣的 那看到這邊呢 可能會有人問說 奇怪了 那為什麼我今天不要用轟龍太刀 要用這把霞太刀然後攻擊裝呢 因為這把霞太刀攻擊裝 他的面板攻擊力比較高 有260 那這個霞龍太刀呢 他的面板呢 只有到251 稍微低了一點 如果說你今天面對的魔物 是一隻很好動的魔物 破綻很少 就是你幾乎沒辦法對他放七人多哥的話 那這個霞龍太刀攻擊裝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沒辦法放七人多哥的話呢 那一般攻擊力面板上面霞龍太刀是獲勝的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龍器的太刀 龍器的霞龍太刀喔 龍器霞龍太刀的配裝呢 我們主要是出超會心3 弱點特效3 剛刃研磨3 收到術3 昏厥耐性3 以及魔刀石使用高速化3 還有一個降1 這個思路跟剛才這個混搭斬位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我雖然只有降1 但是呢 我可以透過剛刃研磨 保證在我魔刀之後的一段時間內 我的銳利度不會掉 沒有錯 這個思路是這樣子 那這個打起來呢 也相對的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如果你今天是沒有護石的話呢 你就優先把這個超會心 你可以看到我的超會心 這個只有LV1 這個是LV3 這個是LV3 所以呢 優先把超會心拔掉 主要的理由呢 也是一樣的 就是其他的技能呢 弱點特效是要撐會心 剛刃研磨跟降 是要呢 讓我的銳利度維持白斬 那收刀術呢 那當然是一定要的 所以呢 我們只能先拔掉超會心 最後呢 那我們再介紹一個 比較偏高手向的 霞龍太刀的那個版本 龍氣通用版本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這一套裝備呢 捨棄了鋼刃研磨 取而代之呢 他降有LV3 那除了降有LV3之外呢 他還額外配了一個看破1 看破1 是5%的會心率 加上這個弱點特效 總共就是55%的會心率 如果再加上這個霞龍太刀自帶15% 以及戰鬥貓30%呢 總體加一加 剛好是100%的會心率 不過這一套裝備 跟剛才有鋼刃研磨的版本比起來啊 這一套的裝備呢 比較要求呢 你要控制 控制你的斬位 因為這一套裝備呢 如果你也是隨便揮一揮刀呢 很容易就是呢 他的斬位就直接掉到藍斬 從白斬掉到藍斬 因此呢 這一套算是比較偏高手向的霞龍太刀配裝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的霞龍太刀 以及轟龍太刀的介紹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部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說這一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讚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相關的 魔獵人崛起的攻略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訂閱的時候記得開小鈴鐺 那除了影片之外呢 我們每天的白天跟晚上也會開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看喔 好啦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各位 掰掰啦 掰掰